对于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说 很大一部分他们既不想失去那颗自己敏感又脆弱的自尊心 同时他们也是真的需要那几千块钱的助学金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能够想出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方法呢 据了解国家设立助学金政策是为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升每年两千元 具体标准在每升每年一千五百元到四千元的范围内决定 分为二到三档 但为什么会出现演讲比穷这类方式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助学金名额有限申请人数多 不是所有交材料的学生都能获得助学金 不少高校在分配助学金名额的时候会和成绩挂钩 成绩太差的学生即使家庭贫困也不见得能领到助学金 二是贫困生认定难 假冒特困生领取特困补助的事情是有发生 必然导致可信度的下降 大学辅导员张帆透露说 即使申请的学生递上来的贫困证明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真正要区分开谁真正需要帮助的话 是否就是需要一种把隐私给交露出去的一种方式呢 专家认为贫困的标准虽然很难认定 但学校对贫困家庭的评估可以更人性化 教育部和财政部曾经发过有关的文件 要求这个学校组织这个贫困生的评议活动 读到公平和公正 但实际上这个要求之下 学校其实可以采取既保护学生隐私又读到公平的一个做法 一方面可以就是说我进行这个评议活动 那是否有更细致的方式能帮助发现或选择贫困学生呢 不妨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同学你好 发现你上个月的餐饮消费较少 不知是否有经济困难 如有困难可电话短信或邮件哦 若无困难也请回复一下 以便下月不再重复问询 这是今年六月华东师范大学一名女生收到的 由校方发出的短信 原来这个女生因为节食减肥 五月份放卡消费较少 没想到学校竟然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并发送系统短信询问情况 能够及时发现一些可能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学生 然后有注意学校能够伸出援手 短信就来自华东师范大学自主开发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警系统 这个系统会对全校本科生周一到周四的中餐和晚餐消费 直接进行统计 一旦出现低消费系统就会预警 学校进而就向学生发出询问短信 了解情况后针对性采取资助措施 从去年九月启动至今 已经有二十多名学生接受了资助 通过一套系统了解学生是否需要帮助 所有数据名单都不会对外公布 只用作勤工助学 而且反馈都是一对一 不会泄露学生的个人隐私 那些家庭贫困的学子应该欢迎这样静悄悄的帮助 这个数据只有我们负责资助工作的个别的老师 他来管理这个信息系统的老师 他能看到这个数据 其他的是无法看到的 我们跟我们班的同学问的时候 他们说没收到 也不知道这个事实 所以就其他的学生就啥都不知道 就完全是老师在私底下就搁我了的 所以就一次帮助就来说 从被动评审到主动服务 一个困难生预警系统显得更加贴心 专家又建议 贫困生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人生观 积极面对现实 用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尊重 财富コ斯业 并金